新竹市中华路四段的181巷和451巷两个巷口 都是紧邻着中华路旁 车辆不仅汇车不易还容易发生车祸 时常发生险象还生的景象 在香山区多位市议员的催生下 经费终于有了着落 但是还是不见台铁局有大动作的改善措施 在汇刊过程中市议员吴国宝也罕见的大动肝火 抨击台铁局无视地方民众的交通安全 三个月的工程可以给你拖一年十个月 还更可恶的是经费由我们新竹市政府出的 把我们这里不知道当成什么 你没有经费没有关系 我们市府跟议会编定预算给你了 你既然拖了快将近两年 要来会刊他们都不要 都要柯总召跟他们讲他才要来会刊 然后要会刊的时候还跟我讲说 我们台铁局现在一直在亏损没有钱 按道理来讲的话 你车票你在收费这个安全问题你要顾虑 我们市府议会都编例议算都已经给他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 他们应该这个礼拜赶快来做一个改善 会刊行程中特地邀请立委柯建民实地会刊 并和台铁局协调拓宽的事项 由于这两处的拓宽工程经费 已经在103年度争取到 并且在今年度发包 并在日前拨款100多万元 给台铁局迁移电路工程 如今工程停滞 议员和民众质疑台铁局执行力不张 那这个也是长期以来的问题 同样是评较到的问题 大家一看现场的时候 就很清楚太窄了嘛 太窄就出路不方便 另外最重要很容易发生车祸 又堵塞 所以这个问题谈了很久 今天我们来这个现场 那要求台铁来配合 那这个几个单位台铁 新宿公务局 然后新宿交通处 大家来整合 新宿是绝对配合 现在台铁 那台铁今天 我们要求他限期一个礼拜完成 那基本上他们是答应的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的 中央地方要协调整合的问题 那我很希望 有关于中央地方要协调整合部份 我们能够做些事情 这是我的职责 因为这个平交道 对我们四五一项的居民 里面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关口 因为每次到这边的时候 因为你看平交道跟我们中华路 是一个大巷道 根本车子就没有办法 我们如果这边把它移开 我们就要感谢说 我们的立委跟我们的议员 来帮忙我们这次把这个路拓宽 铁路拓宽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是比较 交通量就比较顺畅 在会开行程中 台铁人员也口头雨诺 将在一两个星期内 完成拓宽工程 让民众在行经平交道 更安全顺畅 开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